大家好 到底什麼是BuffPlanation呢? 在了解這件事情之前 要先來跟各位介紹 什麼是花的壽粉 各位有想過植物是怎麼完成開花結果的嗎? 在開花植物的世界中 成功把花粉帶到柱頭上是很重要的過程 唯有達成這個過程 植物才能繁衍它的後代 Planation 壽粉 各位可以先看看我們這個花朵的簡單構造圖 上面有熊蕊和雌蕊 這個過程大致可以分成兩類 第一類是刺花壽粉 意思就是熊蕊的花粉成功傳到同一朵花 或是同一朱其他花朵的雌蕊柱頭上 而第二類是液花壽粉 是大多數植物所採用的方法 意思就是熊蕊的花粉成功傳到不同株植物的雌蕊柱頭上 在液花壽粉中的植物 會需要各種媒介來完成壽粉 其中第一種媒介就是水 用詞媒介的植物有枯草薯、金魚棗薯等 而以下大致上就是枯草薯的授粉過程 第二種媒介是蜂 是指植物仰賴蜂利來傳粉 那我們常見的植物有玉米 最後一種媒介是透過動物來傳粉 大致上可分成昆蟲、鳥類和哺乳類 那麼今天 一開始要跟各位介紹的是一個特別的授粉過程 名為Buzz Pollination 震動授粉 在某些花中 他們的花藥長得與其他花朵不同 唯一能夠取得花粉的方式呢 是透過花藥上的孔烈 只有特別的蜂像是大黃蜂 知道該怎麼做 大黃蜂會用腳抓住花朵 並咬下花藥 同時大黃蜂用強壯的肌肉拍動翅膀 製造出特定的頻率來促使 藏在花藥中的花粉噴出 部分的花粉會遺留在大黃蜂的身上 當它打到下一朵花時 進而完成授粉 這就是震動授粉 Buzz Pollination 大黃蜂其實不是為了幫助花朵授粉而來到花上的喔 對它來說 花粉和花蜜都是重要的食物來源 其中花粉提供蛋白質的養分 而花蜜提供碳水化而物 那麼在台灣究竟有多少種類的植物 是以這種方式來完成授粉的呢 目前我們知道的有 野武丹科、茄科 野武丹科中的例子像是 野武丹、果、原葉不樂藤等 而茄科的例子有 茄科、茄科、茄科等 這些植物都有特殊構造的花藥 使其必須依靠特定的蜂類來幫忙授粉喔 像是熊蜂鼠或是熔木蜂鼠等 對上樹這些植物來說 它們都是能夠完成這項重要工作的傳分者喔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